父亲是喷火巨龙 母亲是大河马 孩子却每天窝在地洞里烧煤过日子 在这个无边无际的大海上 有一个小小的岛国 全国加上国王总共只有四个人 有一天 岛国收到一份快递 国王和众人惊喜地打开 却发现这个快递是一名气鹰 岛国上的火车司机卢克 为小孩取了一个名字叫做吉姆 在这个小岛上并没有很广阔的空间 坐火车仅仅需要几分钟就能够周游全国 于是跟着卢克斯基坐小火车 也成了吉姆小时候最爱做的事情 就这样不知道过了多少个春夏秋冬 小吉姆俨然长成了一个大男孩 可是长大也有长大的苦恼 国王觉得吉姆得有自己的房子 那小小的岛国上肯定会变得更加拥挤 于是他便决定要把污染空气的小火车赶走 与小火车相依为命的卢克斯基肯定不会同意 于是就决定带上小火车和吉姆一同离开了小岛 可是刚出海没多久 他们就遇到了海啸 巨大的海浪直接把他们拍晕了过去 再醒来的时候已经被冲上了岸边 这是一个他们从未见过的新大陆 吉姆还在岸边捡到了一个漂流瓶 里面装着一个公主的求救信 但是有很多字已经模糊了 为了拯救这名公主 他们来到了附近的城市 发现公主的寻人启事就高挂在城墙之上 于是两人便一起来到了皇宫里 皇帝在得知他们的来意后 同样也拿出了一封求救信 补全了信上的内容之后 他们得知公主被贩卖给龙城的磨牙太太 于是他们便开着小火车出发了 他们穿越了一片奇幻森林 然后来到了回生山谷 但是因为他们的动静太大 山谷开始不停地崩塌 好在危机关头 卢克把小火车马力开到最大 最终成功脱险 但是穿过山谷之后又是一片荒漠 小火车此时也失去了动力 两人彻底被困在了荒漠之中 他们在这里看到了很多海市圣楼 还看到了一个高大无比的巨人 那个巨人正朝他们走来 正当他们为逃跑还是直面而召集时 这个巨人却并没有表现出恶意 而且随着巨人越走越近 他的身形也渐渐趋于正常 原来巨人天生就有这种怪病 在离得越远的地方看他们 他们的体型就越巨大 也正因为如此没有人敢接近他们 巨人常年只能躲在荒漠里孤独的生活 所以当巨人看见吉姆和卢克之后 十分热情地将他们带到了自己的绿洲 在巨人的帮助下 吉姆和卢克也成功抵达了龙城的入口 这个入口是一个巨大无比的黑洞 不仅没有光照 而且寒冷自古 两人立马开着小火车逃离这里 然而刚刚冲出这片区域 他们又来到了一个满是岩浆的地方 到处喷热的岩浆让他们感到十分害怕 只能躲在一个地下洞穴里避难 在洞穴里 他们遇到了一个爱耍宝的半龙 他是喷火龙和河马的后代 因为负责管辖的火山一直没有喷发 只好每天在地洞里一边挖煤 一边想办法 卢克上前立马就看出 没有喷发是因为火炉的通风口被堵住了 三下五除二 立马就解决了问题 半龙为了感谢卢克的帮助 便告诉他们龙城的具体位置 但是龙城只有纯雪龙才能进入 两人为了成功过关 便把小火龙的外形改造成了一条龙的样子 就这样他们骗过了龙城的守卫 成功进入了龙城 很快他们找到了磨牙太太的位置 发现她正在给一群小孩上课 其中失踪的公主也在里面 为了救下公主 吉姆用弹弓打碎了磨牙太太的眼镜 顿时惹得磨牙太太一顿抓狂 但还没来得及发威 就被卢克用小火车撞倒在地 最后还被讲课用的大石板直接砸晕 就这样堂堂一条巨龙 直接被一群人给捆绑了起来 随后卢克又把小火车改造成了一艘船 带着公主和众人逃离了龙城 临走前 她还不忘拖上磨牙太太一起走 皇帝见到自己女儿平安归来后 感到十分高兴 为了表达感谢 她还把女儿当场取配给了吉姆 而磨牙太太也十分感谢他们 因为他们并没有在打败之后消灭自己 原来当龙种被人类击败后 就会消除自身的邪恶 从此就会进化成充满智慧的金色神龙 好心的吉姆还向磨牙太太询问了回家的方法 随后送她回了家 最后吉姆和卢克找到一座漂浮的小岛 把她带回了自己的岛国 皇帝这时也亲自登门拜访亲家 岛国国王再也不会赶他们走了 值得一提的是 陪伴吉姆和卢克经历无数冒险的火车头 居然还生下了一辆小火车 这脑洞也太大了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